今天是愚人节 台股下跌了72点 是跌真的吗 还是恶作剧 但是跌假的啊 上星期无论我在line 或在节目都不断提醒大家 清明节前一定会有卖压 不过台股的多头趋势它没有改变 任何卖压造成的股市下修震荡 绝对都不是出场的直击 反而是进场的好机会 重点是 要买什么股票 怎么买 那还有大家最关心的00940 真的一上市就破发 难道是我乌鸦嘴吗 那重点是 既然破发都破发了 后续到底该怎么办 还有相关的00929 00939 00940 这些高股息的ETF 跟它的成分股 后续该怎么操作呢 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 不论是好股还是快股 找到好的买点 欧市标股 我是何姬鼎 超过20年的投资经验 关门研究转折买卖点 从投资分析 选股 到操盘策略 帮你培养财经软实力 掌握赢家思维 投资要获利 记得订阅 分享 并加我的LINE AT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顶级操盘手 今天是愚人节 那德鱼呢 可能跑去捉弄其他人 还是他在捉弄我 今天突然跟我讲说 他有事要出去 也许我不知道什么事啊 也许要去不知道干嘛 所以今天他请假 那今天呢 就我自己就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在愚人节 我觉得市面上是蛮多 蛮有趣的商品 比如说那个 今天我们就买了一个这杯 这杯叫什么 你知道吗 这杯里头有珍珠 那这个叫做白开水珍珠 那白开水珍珠是 那个清新福全 在愚人节 特别推出来的一个商品 我是觉得蛮有趣的 但我喝下去是觉得 蛮怪蛮怪的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去喝喝看 但是我想你应该是买不到了 那今天台股下跌72点 是跌增的吗 我觉得今天很明显 72点72片就是跌增的 因为整体的趋势是没有改变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从上个星期的撰爆 我就已经提醒大家 这星期是清明节廉价钱 一定会有廉价钱的卖压 但是你要不要担心 不用烦恼 因为多头其实它没有改变 我们无论从每一个方面去看 台股多头格局 都还是非常强劲 非常健康的 比如说 我们就拿国际股市先看 因为我常跟大家分享 你投资股票你要面面俱到嘛 你要看什么 总金面 基本面 技术面 跟产业面 从总金面 我们先看国际股市的话 你会发现 道琼股市啊 标普500 德国股市这些都持续的再创新高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波多头 我一再强调 这个多头不是台股独有的 是全球性的 现在连路股啊 哦签证 确实真的有够烂的 因为美中科技战啊 现在大家都不敢去中国投资 现在中国都涨起来了 你说这全球股市像是要走空吗 再来新台币 新台币最近贬值 大家很担心 新台币贬到了31.9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新台币的贬值不见得是什么 不见得是外资撤出股市 外资没有撤出股市 我们可以从什么 有没有撤出股市 我们可以从 你看三大法院买卖超来看 外资有没有 外资根本没有很大幅度的卖超 那新台币为什么贬值 那新台币贬值有很多的因素 也有可能是因为债券 台湾人买太多的债券型的ETF 那就造成什么 你买了ETF 他要去买国外的债券 那你买他的ETF 他当然要把你的钱变成美金 再拿去买债券 对吧 这都有可能造成 新台币的贬值 好所以 新台币的贬值 外资没有大幅度的卖超 那也就是说筹码面 还是没有问题 再加上最近 00940 00929这些高股息的ETF 一直发一直发 这个月还有什么 00944 野村的什么 月配型ETF 他上市 我认为还是会吸引很多资金进场 那这些资金进场最后都成为什么 股市的养分 好所以筹码面看起来也没问题 那我们最后再看技术面的部分 台股的技术面我说过了 你看一下大盘 大盘上个星期是不是收盘再收新高 今天也是一度创高之后拉回 今天的创高拉回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量 无量 没有什么的量 也就是说呢 这个量就是一个震荡量 如果今天是开高走低爆大量 我就觉得这有点危险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 从KD指标来看 我教过大家 这个KD指标已经到80附近 80附近了 到80附近之后 如果三五天能持续的再创新高 就代表 这多头格局没有改变 我一直跟大家 把这条线画出来 这条线是多少 20100点 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跌破 所以呢 我认为 清明廉价的卖压 这两天反而是一个进场好机会 因为你无论从什么方面去看 台股多头都没有改变 那什么时候是清明廉价的卖压最高峰 最高峰啊 我认为应该就是明天 跟什么 最晚最晚 星期三早上 低盘 10点之前 在星期三早上 10点之前 任何的震荡下跌 我认为都是进场的好机会 那这星期有什么重要大事 这星期坦白说没什么重大的事情 就只有星期五 星期五有一个美国要公布上个月的非农就业数据跟失业率 这公布之后 我告诉大家 现在还没公布 美股都在涨 那公布之后 我觉得续喷的几率比较高 那也就是下个星期 台股将会再创历史的新高 那怎么买 怎么做 那当然就是 我们可以看盘面上 哪一些股票 哪一些族群 是值得逢低进场的 那我跟其他老师那一步一样 你看很多老师讲到这边 我就讲完了 他就是多多 每天都跟你讲多什么意思 我不但是会讲 我还真正实战派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台子期到现在呢 已经十年胜了 最后这个第十胜呢 我到现在已经变成波段单了 到现在都没出 没出哦 我们那一天是3月20号进场 3月20号进场 我们那天是买19,872点 19,872点放到现在 我们看到我那时候 我来录影之前那个收盘价 是20,322点 还是大赚450点 一口获利就是9万 450点一口获利9万 那两口就18万 十口90万 够多了吧 你看我们这个月期货都没有输过 这是台子期嘛 对不对 好那再来呢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操作 其实我真心的建议啊 因为我觉得盘仕的震荡 很多时候 很多人会看到盘仕的震荡 而受到影响 我认为 比较好的方法 因为即使我跟你讲 20,100点只要没有跌破 就不要担心 但是盘仲还是难免会让你去担心 所以呢你把我们的赖加起来 我们的赖呢 每天盘前 盘中 还有尾盘 都会跟大家分享很重要的讯息 那至于怎么买股票 我今天还是在跟大家分享一次啊 因为其实像我们今天啊 我们赚报 就是我们这星期 每周都会有免费的赚报 跟大家分享 我们赚报的信红科 今天涨停了 那今天涨停的话 我觉得 怎样看到 就是讲过股票涨停 然后我再跟你讲涨停 没什么意思 重点是你要学会 学会他怎么找到的 这样子的话 你才会以后呢 怎么样 自己找到标普 那我们常跟大家分享嘛 你要用总金面 基本面 技术面跟产业面 总金面 主要是看大盘 那我怎么用呢 其实我也跟大家分享的很清楚 大盘的多空 你看总金跟技术面 你要选股的话 你要看基本面跟产业面 买卖点你看什么 KD指标 好怎么用 怎么看 直接跟大家分享 来 以信红科为例 信红科的话 他产业做什么的 半导体工程设备厂 他主要业务是什么 就提供化学 研磨液 气体这些什么 这些半导体 晶圆制成里头 最需要的一些东西 这就好像什么 你半导体要煮菜 你需要一些盐巴 需要一些醋 他就是生产这些化学材料 研磨液 就是煮菜药的醋 类似那种感觉 还有气体 再来呢 你看一下 比如说呢 你在生产晶圆代工的时候 你会不会有出现一些废弃的液体 这些废弃的液体要不要处理 当然要 那重点是他最主要的客户 50%的业务都来自于哪里 台积电 那台积电呢 未来是持续的扩散 现在在日本要扩散 德国可能也要盖场 美国也要扩散 在台湾 要往两奈米的一个先进制程 持续的前进 那你说台积电 持续扩大的情况之下 他这些柴米油盐 酱醋茶 需不需要人家来支持 需要 所以这张股票 产业面是没有问题的 产业面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再看一下基本面的部分 基本面我觉得 你看到他会非常恐怖 为什么我会惊挑选选选到这一档 信鸿哥 你会发现从2019年开始 他只赚1.15块 2020年赚到2块 1.15块到2块 你觉得哦 老师好少耶 这块要是翻倍性的成长 到2020年到2021年呢 是2块赚到3.27块 有没有继续成长 2022年到2023年是5块赚到7块 你看一下 如果你从条状图来看的话 哇 这每年是呈现复合性成长 30%以上的速度去成长 也就是说呢 你看 他去年2023年可以赚7块 那明年 有没有可能就赚9块10块 如果赚9块10块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 以信鸿哥来看 就算今天涨停板 今天涨停板的价格是173.5 173.5 10块钱 他也是17倍的本益比 相对来讲也是非常低 好那当然呢 我们不是因为他涨停板 今天涨停才跟大家分享的吧 对吧 是转爆还没涨停 就跟大家分享 好那再来呢 你要看什么 再来你要看的就是 什么时候切入 什么时候切入呢 那我也教大家很简单的方法 我说什么 你看 你用什么KD指标找买卖点 KD指标怎么找买卖点 最简单的 你先学会什么 背离 不要只会用黄金交叉 KD指标最重要的 其实是找背离跟动画 了解意思吗 背离怎么用 记住口诀 KDD KDD KDD很好记了吧 KD月低 股价没有跌破 前低 就是不错的进场机会 来我们来看一下 信鸿科有没有KDD 信鸿科为什么我们这礼拜 特别把它选出来呢 你看一下KD 有没有超级低 KD他超级低的时候 股价在哪里 150附近 140附近 150 140附近 你看一下他前波 KDD的低点 是不是也差不多就是在 这个位置 怎么样都跌不下去 这条线 虽然说我画的不止 但是你应该看得出来 怎么样都跌不下去 这条线 怎么样都跌不下去的话 就代表说低档 是有支撑的 有支撑 你当然在这个附近的点位 进场买进 你提早买进的话 今天 不就扎扎实实的 赚到一根的掌停板 你看 我们跟大家讲的多仔细 而且我完全不尝试了 怎么跟你讲 怎么怎么操作 怎么找到这档股票的 从产业面 有没有 台积电半导体工程 跟你分享 其实台积电 这个半导体工程呢 就让我想到 我们另外一档股票 叫做亚翔 亚翔的部分呢 你会发现 为什么我会看到信红科 因为亚翔跟他是 非常非常的类似 亚翔是我们的什么 号角强企 台积电工艺 也是做工程相关的 那台积电呢 持续扩厂对于工程的需求 当然持续性的增加来 亚翔 我们在还没涨停的时候 就跟大家分享 然后呢就持续喷出涨停 创新高 创新高震荡一下 我不追了 又一根涨停 然后呢 继续的再创新高 今天呢 一度工涨停 那又如何 今天工涨停呢 我们不追高 今天开高走低 我们还是赚钱 今天工涨停 我都不管他了 有些人去追高 然后今天就担心的要死 这就是我讲的 投资股票 你一定要领先市场 提前布局 所以我们的信鸿科 大家可以看到 信鸿科 为什么挑出来 肩又涨停 跟亚翔的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从什么 产业面去算出来 看出来 他的产业就是非常有前景的 再从基本面呢 你看一下 基本面 我们刚跟大家分享 基本面 来 是不是年复合成长的EPS 每股遗余都爆发性的成长 那这边呢 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关键 很多人呢 自己去操作 会看到一些问题 然后你没看到的 为什么你看 EPS持续成长的股票 会输钱 我看EPS会成长的股票 会赚钱 其中有一个小小诀窍 就是你必须要看每月的营收 有没有出现衰退 你看一下他 1月2月份的营收 还是年增4.5% 1月份的营收 还是年增35% 也就是说什么 他的成长动能还没有改变 成长动能改变 成长动能没有改变 好 那就代表成长性还在 成长性还在 我们又看了基本面 基本面看完之后 彩面看完之后 你再看一下技术面 技术面有没有出现KDD 有没有 KDD教过大家了 有没有KDD 所以今天是不是就一根涨停板 是不是完美的 完美的呈现 我是怎么用面面俱到 总机面基本面跟财业面 还有技术面的一个操作方式 帮大家找到表股 怎么做我都跟你分享的 疫情人数连技术面都跟你分享 对吧 好那所以呢 这礼拜的周报 我们就直接 信鸿科一根涨停板 除了信鸿科一根涨停板 除了信鸿科一根涨停板之外 还有什么 联帽 联帽也是一根涨停板 产业面有什么问题 产业面他做同伯基板的 那这时候很多人会说 那同伯基板的台光电 买起来 台药 也表现的不太好 凭什么 凭什么联帽 他就会找 因为他是新切入的 很多时候啊 有一句话 旧不如新啊 旧不如新啊 对不对 男生都是比较喜欢新的 不我不一样啊 我比较喜欢旧的 好不好 我比较不一样 男生都比较喜欢新的 那股市呢也是有点像 你会发现 大家看到 这张股票刚切入亏达公共链 然后呢 过去没有涨过 然后股价其实很低 当然不买他要买谁 好那当然呢 再看到他的 美股盈余的部分 你会发现 他美股盈余出现了什么 比较明显幅度的成长 所以说 之前都在衰退 那之前他在衰退的时候 股价也已经跌升了 那现在出现了爆发性的成长 那当然呢股价就回来了 好所以你看这都是我在周报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呢我们的周报 还有每天跟大家提醒 真的都非常重要 你看上星期五 上星期五我就提醒大家了 要买黑 卖红 不要做太大的波段 那我说什么 台股会稳定再创新高 那清明廉价前台股会卖压比较大 现在是不是就是清明廉价前 3月29号就跟大家分享了 重要吧 所以我们的LINE啊 还有YouTube啊 记得都要帮我订阅一下 简单 小鼠GD1788就可以看到 记得在哪里 我知道很多人找不到 很多人找不到来看一下我们这边 这就是我的LINE官方网站 这边最新撰报 按下去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撰报 你看一下我等一下点下去 这就是我们的撰报 这星期跟大家分享的 大家都可以看到一清二楚 都跟大家分享了 里头就有什么 信红科掌停 连帽掌停 都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们的撰报很重要 那再来呢 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我的LINE上个星期 有跟大家分享 我以前就是看Michael Jackson的故事 就是 我本来 我姐姐帮我买好的票 我在高2高1那一年 买好的票 要去Michael Jackson的演唱会 结果学校不准 所以我一直觉得 人生啊 如果你要达成个梦想 你一定要及早完成 像我现在呢 你看Michael Jackson 已经过世这么多年了 我想要再看他演唱会 也不可能了 那当然了 我就带到 我就很想去看那个张学友的演唱会 所以上星期六 我就一直去转一直转 甚至啊 我自己自己抢票就算 我还找代购 代购啊 讲好听点叫代购 那讲难听一点 我觉得也有点像黄牛 不管啦 但是我就是要买到嘛 对不对 结果呢 还是一样 大家可以看到 张学友的演唱会 六万张门票 30秒就卖光了 我真的怀疑 是不是AI在买门票 现在黄牛都AI化 自动AI帮你去抢票 我真的有想要去抢 而且我真的有找代购 你看一下 真的耶 你看一下哦 那天哦 那天他们那个代购 已经跟我讲 他已经准备好人力了 抢票 就是要抢下去 会努力优先抢到两张票 结果呢 哦 那天星期六 结束了以后 他说啊 你看我这次系统 下午1点到晚上8点 我们四组人力 系统一直暗暗不出来 到10点一样 跳出来 就是卖光光 卖光光之后呢 他就抢到一张票 结果呢 要 加很多的价 来要我去买 你看一下 刚传出来啊 他买到一张 星期五的票 4800 唯一一张 唯一一张 他要卖我多少你知道吗 他要卖我 4800 他跟我讲说 代抢票 是2600 要多加的 还有当天他取票 取个票都要收我1400 总共 8800 也就是4800的票 他算我8800 快要 快要一倍了 快要一倍 我真的好想去看 但是 没关系 好歹 我在08年09年的时候 看过我只能这样想 那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你如果有梦想 你要提早实现 该实现的时候就要去实现 不要错过 又在后悔 就像 我看不到Michael Jackson 一样张学友 是还好 我在08年的时候 那时候 好像经济代查 票很好买 那时候我就买到票 那后来呢到 50家 50家就是上一次的演唱会的戏 我怎么排 怎么加场 都是买不到 这一次呢 还是买不到 那我只能说 还好 我的梦想曾经实现过 那 现在呢 我会说 现在最夯的产业是什么 就AI 那我就想到 我用AI来写一首诗好了 我就用AI来写一首诗 我就 叫 CheckGPT 来 所以呢 我就请CheckGPT 来帮大家写一首 股市达成梦想的诗 他就回我 你看一下 这是AI写的 股市的道路弯弯曲曲 时机的门只开一次 勇敢地踏出第一步 哎呀 他的第一步的地是不是写错字 原来CheckGPT也有什么 也有新注意的问题 才能看到希望的曙光 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 趁有行情的时候 赶快去做 不要没有行情的时候 你要硬去做 来不及 那怎么做 怎么操作 我其实 我们的节目跟其他人节目 哪一不一样 我都跟大家讲的一心二楚 我刚才有没有跟大家讲 信仲科 我是怎么从 产业面 基本面 技术面 找到他 然后呢 涨停的股票 然后再来呢 AI有多厉害 AI除了写这首诗诗之外 我就想说 哇 如果我是身在古代 我想当李白 那如果说AI能不能帮我当个李白 我就跟他讲说 你可不可以把这首诗再改一下 把它写成四言绝句 哇 他也可以写成四言绝句 你看一下哦 他写成四言绝句叫做 梦想及时追 机会转顺势 机会瞬间就 离开了 把握当下 行 物代后悔时 哇 我写的 我今天写的还蛮好的 AI写四言绝句 梦想及时追 机会 转顺势 机会啊 一顺而是 把握当下 行 物代后悔时 我觉得写的还蛮好的 所以AI还是未来的方向 那除了AI未来的方向 也就是说 现在就是多头 我就是要持续跟大家分享 这件事情 你想要达成梦想 你看 很多时候 呃 大家在万七的时候 我等跌一点再买 在万八的时候 我等修正再买 到万九的时候 呃 我再看看啦 现在好像有点过高 现在都两万了 现在都两万了 你看你一再不断的观望 行情就是持续的向下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一个重点 投资股票你不要用感觉 所以我才会 从什么国际股市啊 从新台币啊 从技术面啊 从大盘的类股轮动 去分析 现在的盘市到底是多还是空 而不是用感觉的高低啊 因为你会发现 如果你用感觉高低的话 坦白说啦 亚翔啊 我们来看一下亚翔啊 亚翔如果你要用感觉的话 坦白说亚翔啊 感觉也够高啦 亚翔 来我们看一下亚翔 亚翔的部分呢 你看 他今年以来是涨多少了 来亚翔 今年 我们可以看到2022年11月 他只有30块 一路向上狂飙 狂飙 狂飙到哪里 去年2023年的 那个12月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33块涨到150块 你如果用感觉的话 你买得下去吗 买不下去啊 好像感觉吗 好你用感觉感觉 你会发现到 去年12月之后 他就在120到175之间 区间震荡 他震荡的是越走越高 还是越走越低 你会发现从我们KDD 还有搭配我教大家的 NACD回到零轴附近 有没有 都告诉我们 他就是在整理 那整理的话 当然要逢低 就是要进场去做布局 逢低就进场 逢低就进场 慢慢的买 慢慢的买 买完之后 你看最近这几年 又喷出 又喷了一波 这一波喷上去 哇 也是几根涨停板 两根涨停板以上了吧 今天又再光一根涨停板 看到三根涨停板 够强了吧 所以你只是用感觉的高跟低的话 我告诉大家 你很容易啊 在股市里头很迷惘 因为你会发现 很多时候股市啊 的低点 有可能会更低 你感觉很低了 比如说像鸿海 鸿海最近是涨了 我告诉大家 鸿海有些人已经讲了两年 讲了三年了 讲了两年 三年 他都还在一百块附近 甚至还是有点下跌 那最近才在涨起来的吧 我这样讲没有错吧 那甚至还有很多股票 你感觉很低了 就他会持续不断的往下跌 好不好 好所以投资股票 你不要用感觉 那至于盘面上 到底有什么股票 是比较值得大家留意的 如果你比较想要 短小轻薄的 其实最近来讲 美容相关的类股 好像还有在动起来 比如说像科研 科研他做泼尿酸 还有美容 就是膝关节用的 其实我一直有在看这张股票 因为我自己本身那个 有退化性关节源问题 所以我认为 泼尿酸啊 是未来就是 因为老年化 大家都是需要的一块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治疗方式 所以科研啊 像立峰啊 美容现在人老 自己都不想让自己变老 所以美容也是蛮重要的 好那再来呢 00940 你看我已经告诉大家了 清明时节无生机 生购人潮欲断魂 这是我自己写 这不是AI写的 借问标股 什么 借问机会何处有 标股咬指无人处 这是我自己写的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 我说00919你看一下 在25块附近打底 没有错嘛 那神机的部分 啊 这个就要牵扯到 00940他 大家都没有公开看 那个公开说明书 你发现大家没有看公开说明书 结果呢 自己胡乱买 本来说去年12月说他成分要占比3% 结果真的买到真的星期五公布出来 只有1.2左右 差太多差太多 所以有些时候 大家不要看什么成分股直接公拍的消息 就去乱乱买 我觉得这是有点错误的一个状况 那汉堂是有点在打底啊 群光表现的是有点不太好 大家要小心 这KT指标看起来好像有点要再探底的味道 只有星象 我上个星期就跟大家分享 星象是表现最强的 星象这几天还有机会会再创新高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那至于呢 有些股票啊 买卖点啊 我们都是跟我们的会员朋友分享的 比如说像 Robot这档机器人概念股 我们打开之后 它叫做上瘾 上瘾呢 喷出之后很多人去追 那跌下来呢 又说老师下跌 然后涨上去呢 就觉得来不及 那结果这几天震荡呢 我们就把它出掉了 我们上个星期有跟大家分享 我们出掉了 3月25号我们有跟大家分享 我们买了对不对 3月29号上星期五 我早就说出掉 结果出掉之后 这几天还持续的往下跌 那目前来讲 我认为还是有机会 但是你要观察一下 它后续的状况 因为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你投资股票 你一定要领先市场提前布局 你才能买在低点赢在高点 比如说 00940我说 我们要买就买最正宗的成分股市哪一档 就是联发科 上星期跟大家分享的联发科 好联发科的话 上星期五是上涨 那今天震荡又如何 震荡又如何 我们买在低点 买在低点高档震荡 你完全不用担心 甚至震荡到一个阶段 跌不下去的时候 我们加码买进 到时候赚更多 因为它基本面就是好 对不对 好那你看一下我们的成本的话 我们最低的成本在哪里 自己去看一下联发科 我们的成本在1058 如果平均成本是1058 放到今天也照样赚钱 对不对 像我们那个百万家 上次联发科赚百万的 达成200万目标 达成200万目标之后 这一波上个星期四 他要分享 他联发科又赚了多少 40万 那我们就是这样一路赚下去 来回做 来回做 不是很开心吗 那再看到我们号角响起 号角响起不就是亚翔吗 亚翔我们进场之后就 涨停 然后创新高 震荡之后你要不要担心 震荡我这边都不追了 要追让别人去帮我们追 我们就是坐着 等人家帮我们抬轿之后呢 创新高 今天又再创新高 持续的创新高 你看我怎么叫我们会员买的 亚翔要买哦 全压 对不对 这是其中一个会员 这是无姓会员 再另外一个徐的呢 徐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 徐的这个是3月初才加入我们的行列的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看3月14号 他本来股票这么多 本来股票这么多 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这么多这么多 这么多哦 好这是他传给我的吗 我有跟大家分享 好这么多这么多之后呢 你看我最后帮他混到剩下几档 大家继续看 最后他传回来剩下四档股票 哪四档 哪四档就这四档 这四档呢 就是技嘉长荣 跟我们这一档 框框 还有亚翔 那亚翔本来只有赚 7.5% 今天呢 不止赚7.5% 我们来看一下 3月25号 他问我亚翔开始跌了 要买还是要卖 你看 很多人啊 为什么赚不到大钱 因为你需要我 因为你需要一个信心的来源 你常常就是抱不住 所以你需要一个人在旁边跟你讲说 要抱住 要抱住 你就会赚钱 你看亚翔 我跟他讲说要抱住 那亚翔长强 我们不追高 好我们买这一档 粉红 粉红框框 橘框框 好不好 这种橘框框 或者是你说他叫做桃红色框框 桃红框 那我那时候啊 后来呢 我就跟他讲说 这档股票就是什么 涨电价的概念股 而且他三角盘整快要突破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他今天 他今天赚了多少钱 来今天我刚刚讲了 这档隐藏版的涨电价概念股 就是这个方框框 对不对 那亚翔的部分我们看一下 他的亚翔 他的亚翔呢 成本是多少 成本 这是成本均价吧 189.85 189.85 我们算到今天啊 你看一下哦 亚翔啊 隐藏版的涨电价概念股 他赚了19.3万 因为我们还没公开 所以我今天还不想公布 但是他确实是赚了19.3万 那亚翔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成本是189.85 那收盘价256 他其实就赚了 79.3万 那这两档加起来是多少 这两档加起来就赚了98.6万了啦 快要百万赢家 只差多少 只差不到两万 只差不到两万 我预估啊 他明天就是百万赢家 你明天就可以看到 恭喜 百万赢家 是不是又达成了 98.6万跟百万是不是 就是差异不大了 好那再来呢 你看我今天盘中跟他讲 我估计你获利大概 91万了 他说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对不对 我讲的是真的吧 因为他今天没有在 PO那个对账单给我嘛 好再来呢 我说恭喜你快要成为百万赢家 我说等 他就跟我讲说 难道要等百万再出场吗 有一些 我知道有很多投资朋友 因为过去受过很多的伤 然后呢 赚了百万 他还是觉得没有太大的感觉 为什么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跟我回来 他说还要努力赚回来250万 因为他有什么 南电长荣万海高端 赔了350万 换了新门亚乡 然后呢 还是赔钱 那我跟他讲什么 我说 那些都是别人的 忘掉过去 就是别人带他买的 我们重新努力过 你应该早点加入我的团队 他说啊 他说当初也是考虑了很久 因为呢 害怕遇到第二个叉叉叉 也对于 就是我们摩尔可能不太信任 刚开始又觉得 我好像是别人的助手 所以 后来呢 他经过了了解之后 才发现 原来摩尔同步有很多老师 我只能说 我们相见恨晚 如果你不想相见恨晚 你想跟这一位团队成员一样 你看从本来什么 从本来这么多档股票 本来多少股票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张两张 一张两张 这么多张股票 然后呢 全部都赔钱 大家也可以看到 他过去赔的状况 真的不太好 那现在呢 我帮他换了两档股票 一档叫做什么 一档叫做 涨电价的隐藏版的涨电价概念股 目前来讲 他赚了19.3万 再来另外一档叫做亚翔 亚翔的部分 他赚了79.3万 两个加起来已经98.6万 下一波 他就是百万赢家 所以百万赢家都是真的 因为我们就是 一直以来 一直不断 不断的帮我们的团队成员 一个一个达成百万赢家的获利目标 这全部都是真实有对账单的 的一个证据 也有对话 大家都可以去作证 大家都可以去查 我不像很多其他老师 我们比较务实一点 我不会跟你讲说 掌停板赚几%赚几% 我们都是真的 就是赚多少 我们是要有一个目标 而不是以赚几%为目标 或赚掌停为目标 这有什么差别呢 大家去试想一下 你如果买十档股票 有两档股票每天涨停涨不停 有另外八档股票全部都赔钱 对没错 你涨停的股票我也可以讲 我亚翔大赚几% 大赚30%40%或者100%都可以 那你其他股票赔钱 不是一样是输吗 所以我这边跟其他人 最大的不同就是 我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我就是帮你赚百万 甚至你资金购 我要帮你赚千万 所以百万赢家真的不是梦 而且呢 很简单 坦白说不难 但是呢 不知道大家有几个人能做到 第一个选对股票 第二个分拼重要 第三个分 就是喷出暴牢 如果你做不到这三点 我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百万人家的行列 可以通过下面的电话 或通过我们旁边的LINE 来直接跟我们联系 今天节目到这边 祝大家愉人节快乐 我们明天见 无论是 找到好买点 欧市标准 我是何吉鼎 超过20年的投资经验 专门研究转折买卖点 从投资分析 选股 到操盘策略 帮你培养 财经软实力 掌握赢家思维 投资要获利 记得 订阅 分享 并加我的LINE AT